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GainerLabs加伦4S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区块链的游戏叫Voxys 这是一款在BN LoungePad的一款区块链游戏项目 昨天正式在BN交易了 当天最高冲到了有十几倍的收益 而且今天还在继续涨 整体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看了一下它整个的游戏的介绍 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好玩的 而且它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Play to Earn的游戏 这个游戏整体的玩法 其实我们把它归类应该是叫战棋类的游戏 它自己介绍叫策略RPG游戏 我们国内的玩家习惯性的把它称之为战棋游戏 整个玩法其实跟很早很早以前 要有款叫英雄无敌的游戏是蛮像的 手游端呢有一款叫木漢模拟战 它也是战棋类的玩法 如果你想去体验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整个游戏概况 那首先它是一个像术风的游戏 然后核心玩法就是战棋类的 等一下我们是可以可以看它的这个游戏的demo视频 目前游戏还没有正式上线 只是有NFT 然后代币现在已经开始正式的交易了 那另外呢就是它有NFT的这种英雄铸造 然后还有宠物 还有装备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秋风流游戏最常用的一些方式 整个的Play Tour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你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进行对战 不管是PVE还是PVP 然后它有这种竞技赛 根据竞技赛排名去获得这种Token的奖励 以及一些随机掉落的一些装备 整个核心版法呢 其实核心版法实际上是两个 一个就是PVEP 它把它叫做探索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玩RPG游戏里面做任务 可能会一关一关的 每一关有不同的任务 去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它会随机的奖励你不同的道具 也有可能会获得这个Token的奖励 另外呢 就是PVP 这个就是我们网游当中常见的天梯战 你去进去进行每个赛季制 可能一个赛季一般不一个月或者两周 这个是根据它实际的情况来看的 根据最终得到的排名 获得不同的奖励 另外就是区块链当中最常见的NFT交易了 这个我也把它归类到一种玩法当中 因为其实如果你玩这种类似的游戏多了 你就会发现去交易NFT 你会去买NFT 其实也是一种乐趣 就是你会去筛选那些 花很长的时间去选那种属性特别好的 我们把它叫做极品装备 然后价格又便宜的话 那你可能买下来 你可能会非常的开心 好那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官网上有一个演示的视频 首先说实话 其实作为一个游戏行业 是快十年的重演者 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我就还是很信任 因为在我们现有的传统游戏当中 这种类似的这种3D的战棋对战玩法 其实都还是很不多见的 而且它从整个画风来讲 这种像素风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原有的战棋一般是平面的 我们看它是3D的 3D首先不同的英雄是有不同的属性 有这种远程攻击的 我们看这种弓箭手 有的是近战的 一般类似的这种骑士或者等等 还有法师 他会有师到一些相当的法术 那么如果他把这个D型3D化之后 他就更加复杂 就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个方向 比如你面向某一个方向 那你可能行动力就会有些不同的变化 你在不同的方向 比如说像他这个 你如果你站在这个下边 敌人站在上面 你去打他的话 可能你的攻击会比以前的要削弱 你正常可能可以打他死练血 但是你就下方往上打 你可能就要减少一半 这个呢 就是他整体的战斗的策略性 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还有就是你的英雄的搭配 他设计是大概每一次上场 可能是两到七个英雄 然后进行对战 最终可能就是你获胜 当然还有如果是PVE的话 可能会完成不同的任务 就可以了 然后这种英雄之间的配合 可能也会非常关键 以及你去怎么去设计这个走位 这个到哪走 这个如果是像我这种比较老的 英雄无敌的老玩家 应该会有印象 我们当时玩这个游戏 玩一通宵可能都不觉得累 因为他里面策略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就是他的整体的最核心的玩法 好 然后他官方有一个YouTube 他上面还有很多的视频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是他的核心战斗 那另外呢就是他的NFT 他在最早其实是发行了 我们看BN有一个分析报告 他发行了9999个创始发行的NFT 这是最早的就是这个英雄 这些NFT呢 是你可以叫第一代的英雄 那么他是可以铸造或者孵化 第二代英雄的 然后第二代英雄去组成战队 去进行战斗 这个孵化过程当中呢 可能是需要去消耗现在的代币 还有一个叫水晶石的这种虚拟的装备 铸发完之后 然后你也可以去进行交易 那么 同时呢 他还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就是 在这些所有的NFT持有者当中 他是可以享受空投的 他整个的代币呢 一共发行量是三亿枚 三亿枚当中有这个2%是空投给这些所有的NFT持有者的 这个是根据每一周 他每整个的官网上你去登录进去就能看到 你不同的NFT的级别 比如他有普通的 有传奇的啊 还有这个什么罕见的等等 不同的级别你获得的代币奖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我是买了个最普通的 这个呢一周他就有14.38个 这个Voxel这个代币的空投 他会每周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1月份 那应该还有个7周左右的时间吧 如果按照现在的代币价格在3点几U的价格的话 也就是你一周可能就能拿到40多U左右的这个代币的空投 这个也算是他整个设计当中一个挺有意思的玩法 因为游戏还没上线嘛 那你持有可能没有什么用处 这是NFT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NFT不同的级别 在你最终去战斗的过程当中 去掉落这个相应的道具啊 以及奖励这个token 那可能不同的级别 他获得的概率不太一样 简单的说就是你越稀有的NFT 你可能的就像我们说的爆率会更高 你可能得到更好的奖励 这个是他整个的NFT的这种核心的使用 另外呢他其实还有一个主打的就是叫做free to pay and play free to play and play to earn 就是你没有NFT的话 你普通用户进去之后也可以免费玩 他会送你几个这个英雄 只是说这些英雄是不能交易的 也不能进行铸造 只有一代的这个第一批 这个9999个NFT才能铸造二代英雄 然后才能去进行战斗 但是你可以玩 你玩过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技巧 然后去获得相应的奖励 这些奖励呢 不管是道具 我们看他整个道具设计 其实也还是挺复杂的 包括有这个不同的装备 有这个武器 头盔 同时他还有宠物 还有相应的宠物 这个宠物呢 也是在一代英雄去铸造 二代英雄当中获得的 另外你仔细去看 你会发现他这个地图啊 这个小方块 方块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这种 你看这个是冰雪的 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滑 有的可能是沙漠的等等 那这样的话都会影响他整个战斗 所以他在这个对战过程当中 策略性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也是吸引我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他应该会非常的好玩 然后他我们看 这个是他的这个 就是探索的准备 我们看他这个探索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酷炫 这个其实就是做任务嘛 你可能会过程当中会 捡到很多不同的戴道具啊 或者去打一些怪兽啊 获得相应的奖励等等 那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他的整个核心团队 他的这个整个网站 其实是非常强的 他有一个这个 白皮书的介绍 基本上介绍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 Windows上可以玩的一个demo demo游戏有兴趣可以去官网去下载 他团队的信息呢 在整个官网上面也是 基本都有实名的介绍 尤其他的核心的几个人 我们看他的这个 他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介绍啊 他的CEO是Devon 然后这个是CCO 呃 Justin 然后这个是CFO就不用看了 后面这些呢 就是有不同的有设计 技术 美术 等等 另外呢他有这个 战略的顾问 他有四个比较重要的战略顾问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Justin 这个这个人呢是以前是动事暴雪的 营销主管 然后现在是在推特上推特做营销主管 就在营销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 第二个呢这个呢叫 Elon 好像 英文名也叫Elon Musk 他是推特的一个大V 他在推特上面呢 我看了一下 他这个粉丝量有将近175万大V 而且他是专门就是取困来游戏的这个投资者跟研究者 不知道是不是推特上粉丝上最高的了啊 就确实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 我看他在海外还是有很大的一批忠实的粉丝 另外呢就是 这个一个是Matic的MT跟游戏的主管 然后这个GIF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叫发生可能 是我查了一下是美国的一个电竞俱乐部 这个也还挺有意思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核心的这两个人的 他都因为都有这个LinkedIn 其实在LinkedIn上就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啊 这个是他们的CEO史蒂文 史蒂文 我们看他在加拿大的摩特利尔 然后他这工作经历呢 其实在游戏行业是非常丰富的啊 首先他是在EA的英国啊 做了五年啊 做这个 我们看有Gameplay的Programmer Gameplay其实就相当于在我们这叫游戏策划 核心游戏策划 然后前端开发 程序开发 我们看他这个工作工作类型还是挺多的 然后后来他回到了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在玉璧 玉璧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啊 整个的做的其实就是Team Leader 但是他在玉璧的时候 更多的是做这个程序啊 后端相当于是做玉璧整个所有游戏线的后端的支撑的这个部门 有点类似于互联网的运营部门啊 那至少可以证明他在技术开发这一段应该是非常的厉害的 然后就是创业去做了这个叫Always Geeky Games 这个应该是最开始可能也是想做手游 后来才转型做球困战游戏了 那么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他叫CCO 我看了一下 其实他应该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叫创意总监 叫Corrective Officer 其实就是在游戏领域的话 其实就是主策划 核心去策划整个游戏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的经历呢 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因为最开始好像还做Sales 后来在这个WB Games呢 就是这个华纳 就是美国的一个电影集团 华纳兄弟游戏 这个电影大家肯定应该都知道了 你去看很多这个美国的电影 他前面一定有这个WB 但是他的游戏部门呢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职名 而且他做的岗位是QA 其实就是质量测试 因为游戏呢肯定是需要做测试的 那他可能就是负责去天天去测试这种游戏 去玩这些游戏 然后去找一些的Bug 也做了两年多 然后再到这个WOX去做创意总监 核心就是这两个人 总体来讲 算是在海外 学回来游戏领域 其实还是不错的了 而且也很明显 就是都是士兵制 不像有一些团队可能的匿名 什么都不说 另外呢 他能够上BN能量去派的 至少可以证明 他整个的团队的实力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整个的这个roadmap 他是最近开始开通交易之后呢 他的这个团队占比是24% 大概是分6年的时间 线性解锁 然后空头是2% 再留顾问7% 然后就50%都是 Play Tour 在游戏当中去产生的 BN Labs 这个就是BN的Lungipad 是10% 所以他现在流通量 大概就在6000万左右 后面大概就是每个月 进行限期释放 他应该是这个月 可能很快就开始正式的 游戏上线了 然后在明年的一季度 会有一个第二个版本去出来 先上线这个功能呢 是没有这个英雄铸造这个功能的 在迷人的一季度才开始去开通 这个英雄的铸造 然后二季度到三季度呢 上线1.0版本 四季度才上手游版本 那就是手机版本 23年 这跟Sandbox是有一个合作的 具体他也没有说 应该是会上Sandbox这个平台 然后注意的是 他整个的游戏 应该会在Polygram这个网络上面进行 所以总体来讲 其实游戏还是非常期待的 另外呢 好 那他整个的代币的这个 Worksale这个代币通证经济呢 核心就首先是在游戏内 所有的这种交易 都是用这个代币来进行的 它是单代币方式 你去交易平台 就是它NAT平台去买 这个NAT 然后去买这个装备 包括还买 它有一个叫水晶 就是你升级的时候 是需要消耗的 都是需要用这个代币的 第二呢 就是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它一般都是收取4% 作为交易储蓄费 这个储蓄费当中 有60%会返还给这个协议 它是通过 类似于一个DAL的基金的方式 把这个储蓄费存进去 然后这个储蓄费主要是用来 Play to earn的 就是用返还过去 用户你去玩游戏的时候 获得的奖励 其实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手机费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英雄或者升级 装备升级 包括它英雄是可以 每5级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升5级你是可以 像一代NFT是可以转职业的 因为每个英雄是有不同的职业 然后还有这个不同的属性 这个具体就只有游戏开始之后 我们再去详细去分析了 确实是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那最后呢 其实还是会有些担忧 从游戏品质来讲 看起来确实目前在市面上的都还是 它应该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free to play 就是说任何的普通用户 你不需要买NFT也可以进来玩 那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 这个咱们球团链有领域这个羊毛党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我不知道它怎么去想办法去屏蔽 因为免费用户 你玩得好的话 你是也能够得到现在的奖励的 还有就是这个装备的掉落 像以前我们去玩一些春游戏当中 有一些游戏其实就是被一些羊毛党去 去录死的 因为它通过脚本批量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随机掉落 掉落之后就马上去卖掉 会把整个的这个市场 NFT的市场其实会搞得非常弱 第二呢 就是它这个玩法 这种战旗游戏玩法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游戏行业 不管是手游还是端游 其实都也还是算是一个很小众的 我相信如果你 哪怕你不了解游戏的话 可能你也知道 比如说电竞游戏 MMORPG游戏 休闲游戏这些 但是战旗游戏你可能很少听说 因为这个品类确实是非常非常小众 像国内 包括海外都很少有说做的特别大 用户量特别大的 因为它这种玩法有点太复杂了 太硬核了 它可能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那自然而然它寿命就会窄一点 那寿命窄的话 你因为本身玩球游戏的人就又少 那它可能更没这个精力 没这个耐心去研究 所以不知道它最终可能能不能打破 这个用户这个问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英雄专备升级铸造 这整个的这个消耗过程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种经济模型 它能否去适应 这个玩家的这种核心的需求 这个就需要真正的游戏上线之后 才能够去体验到的了 好 那最后综合来说呢 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的 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也可以加入它的Discount群 去随时看它的巨星状态 感觉应该是很快 游戏就可以去玩了 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很奇怪 就是它的现在的demo的游戏 只能用PC Windows的PC游戏 而且只能用键盘操作 不知道正式版 至少你要键盘加鼠标嘛 这样你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还有就是Windows 还有这个Mac版本 希望能够同时上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说 有更多用户进来 好 今天的Galendips就欢迎到这里了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调报群 一起分享你觉得很好玩的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